香港《星島日報》 今天報導 大陸當局最快本週對外通報 中共中央政治局前任常委周永康的案件 據傳周永康已經在1日遭到軟禁 英國金融業巨波匯豐銀行 今天發表出谷報告指出 中國大陸12月採購經理人指數為50.5 是三個月來最低的一次 12月15日傍晚 廣州市月孝區企業路217號建業大廈突發重大火災 有目擊者看到樓上有人會無手機求救 50多輛消防車背水車心 救火雲梯只能達到建築中部 高層火勢無法控制 枕頭大樓很快便體燒透 火災現場好似美國911 十分恐怖 直至目前火災原因及人員傷亡情況不明 中國大陸的大學英語46級考試 在大變臉後首次在各高校同時開考 因為聽力、閱讀、翻譯三個部分都有改動 不少考生大呼對考試流程及提型不適應 新航亞特電視 中立報導